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就算是迷途知返 恐怕也是为死以往 而所谓的不尽三地和莫尽两人 便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忠告所在 有钱不进三地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人有钱了 不能去三种地方 当然 这里的有钱人 并不是说一直都是个有钱人 而是通过努力奋斗 变成有钱人之后 那么不能去的三地 都是哪三种地方呢 去了又会怎么样呢 我们接下去讲 第一种不能去的地方 赌场 能导致败家的事情很多 赌 绝对能排第一位 自古自尽 在这赌场里的富人 不计其数 赌能成瘾 而且百害而无一利 一旦步入赌场 想要传身而退 那是难上加难 因为一点贪欲 助长了不老而获的习气 总觉得这是小偷入大回报的营生 赢了还想再赢 输了总想捞本 最终 深陷其中 毁了家庭 更毁了自己 一个人再有钱 也有可能在赌场一夜成空 古今因为赌博 而妻离直散的 并不是个个礼 而是不生美举 所以老祖宗 对于有钱的人 的第一条劝接就是 不要进入赌场 自己辛辛苦苦 奔波而来的钱财 干嘛要那么轻易地放弃呢 第二种地方 就是风花雪月之地 这个也不难理解 风花雪月之地 最容易使人丧失意志 本来一个人 壮志满满 拼搏半生 终于有了些积蓄 可以让自己和家人 过上好日子 开始享受生活 而偏偏这个时候 步入这类场所 那么进去容易 想出来 可就难了 从此享乐 其中无法自拔 最终败光家财 妻离直散 这也是自古自尽 常有的事 所以 祖辈的劝谐 还是应该听着 好好守住 自己辛苦 拼搏的钱财 远离此类场所 第三个地方 就是 故乡 奇怪了 我们常常说呢 永归故里 自己已经发达 为什么就不能回故乡了呢 我们看看 这第三点 可能有很多人无法理解 怎么有钱 还不能回故乡了呢 其实 老祖宗的意思 并不是说 不能回乡 而是教导世人 要懂得低调 有句俗语 穷不走亲 富不回乡 其中说的 就是这个道理 当一个人 在外面赚了钱 高调回乡 到处炫耀 那么他将面临一个 非常严重的问题 借钱 此时 四面八方的亲朋好友 纷纷到访 找你借钱 这就是一个 非常难以抉择的问题了 借了吧 可能助长他人 不老而活的风气 这相当于在 害人 不借吧 你就是个无情无义的小人 从此便得罪此人 所以 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 还是听从古人的劝解 低调一点 好 我们现在讲第二个问题 没钱墨尽两人 是什么意思呢 人一旦贫穷 那么就是遭难之死 但是人可以穷 自 不可以短 正所谓 遂寒之松柏 患难见真情 在一个人遭受灾祸之死 是最容易看懂身边人的时候 而这后半句俗语的总结 便是告诫世人 在贫穷时 拿两类人 不值得接近 第一种 落井下石之人 这类人在生活中并不少见 他们对于他人的灾祸 喜闻乐见 并且总是抱于一种 看笑话的心态 当你富有时 他们会围着你 团团转 视你为尊 当你落魄时 他们恨不得你更惨 不但不会帮你 还会成为你灾祸的助理 所以呢 如果一个人贫穷的时候 看清了这类小人的嘴角 在你翻身之时 即使他再来与你接触 你也要选择远离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种灾祸 第二种 远离的亲密人 正所谓 只亲不负 揪嘴不饱 当你贫穷落魄之时 平时走动亲密的人 会把你当成灾心一样 自动远离 他们都是抱有一种 惹火丧生的心态来看待你 你穷了 想必会四处借钱 以求翻身 那么他们为了避免 向你伸出援手 都会自动的慢慢疏远你 这种人只能和你同享福 无法和你共患难 所以呢 生活中真有此类人 最好还是远离 免得人家看不起你 也失了自己的尊严 何导夜听 今天晚上分享的文章 已经给你播报完毕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同时 记得给我们的频道 点赞 给我们这篇文章 也按个赞 谢谢大家 祝大家晚安 做个好梦 明天晚上见 再见 明天晚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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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晚上见